又到了大雨颱風季 很多人都關心安全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位在木柵萬峰 抽水站的景美溪河畔 就有一條自行車行走的木造變橋 就因為橋墩 正橋和抽水站的排放鋼管砸口對沖 所以如果颱風季來的話 排水量很大 很怕會衝垮橋墩 今天臺北市議員就直擊現場 也痛批臺北市政府的工程規劃不良 放眼木柵萬峰抽水站外的景美河畔公園 塞三兩兩騎著鐵馬的民眾自在通行 但是木造變橋卻被揭發可能暗藏危機 北市議員指證立立爆料橋墩地基不穩 是因為這座鐵馬變道橋墩 正對著萬方抽水站的四個閘口 一百五十公分的排放鋼管 對著八十公分的擋水墻 對著八十公分的擋水墻 平日僅三分之一的水量 若遇到颱風季 排放鋼管水柱恐變成排放鋼炮 沖垮橋墩 這個花了2.8億整支河道的工程 恐怕付诸流水 我呼應好市長 不要再浪費我們的工坛 說實在的 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不要一天到晚 只想要再嫌棘 我們這個排水出來 是沒有沖到那邊去過 颱風天的時候 我們管制不會讓人家進來 鐵道變橋前的排放鋼管閘口 是否涉及規劃不良 這畫面會說話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畢竟颱風季來臨 這人命可不是開玩笑 北市府恐怕不能再漠視 民視新聞 全民進吳俊德 台北報導